广东为何爆冷输给广萨 赛后王博说了番大实话 杜丰输了真不愿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阿三坎球 我是阿三 在视频开始前 辛苦大家 长按底下的关注和点赞按钮 让阿三的视频 给更多关注广东和广萨 这场巅峰对决的球没看到 谢谢大家 那么接下来就和大家说一下 这场比赛赛后啊 那么其实的一些情况 我们也知道 那其实在最新的一场比赛当中 那么广东呢也是迎来广萨的挑战 本身其实双方球队确实实力都相当不俗 但是总体来说 我觉得广东队本身呢 赢的机会会更加大 因为其实威姆斯到来之后呢 确实给整个球队的注入了一记强心机 那么对整体实力的提升呢 按理说有更强大的一个帮助 而且目前他们主体全主力的阵容呢 也是在上个赛季夺了总冠军的阵容 所以正常来说这场比赛 他们能够打败对手呢 也一点都不意外 但是啊恰恰要很多球迷意外的是 那么这场比赛广东队不能够 不仅仅是不能够输掉比赛 而且呢还抱冷输给了广萨 并且呢整体的一些表现是相当糟糕 那么回顾这场比赛 其实我们也可以发现呢 广萨虽然说作为一个年轻的主力军 但是他们表现是相当强势 尤其我们也注意到那么孙明晖呢 也是遭遇了一个裁判的争议判罚 在上场9分钟被罚下去之后呢 其实广萨队虽然说失去了一个重要的主力 但是也没有因此呢 换了换了一个阵脚 那么在主帅王博的一个带领之下呢 整个球队的一个球风非常的强硬 而且呢很多时候也是敢打敢拼 那么面对广东这边的一个围首围角 并且出现了一个重大失误呢 广萨也是最终抓住了机会打败了对手 那么其实啊这一次的一个失败呢 让很多球迷确确实实也是大跌眼镜 大吃一惊的 那么很多球迷呢 可能也非常的想清楚说 为什么这次广东会惨败 那么为什么广萨队呢 能够在这么强大的一个敌人面前呢 依旧能够向到最后呢 那么其实啊在赛号的采访当中 我们也看到了广萨这边的一个主帅王博呢 其实也在采访当中说了一番大实话 那么他首先提到说 其实这一次孙明晖 那么临时被罚下场之后呢 让他其实也非常的担心 但是球场上这些年轻的主力呢 不能够把握住这样的一个局势 晃了正脚 但是没有想到那么这些年轻的主力 那么在失去了孙明晖 这个年轻的一个非常厉害的一个核心之后呢 他们也是迅速调整了一个心态 以及阵用了 并且也是组成了一个新的进攻核心 并且最终呢 也是打出了一个年轻人的一些朝气和血腥 也是最终的打败了广东队 所以我觉得其实这次王博说了一番大实话 也就是恰恰表现出了 广萨这支年轻的主力竞 这些年轻的主力真的是敢打敢拼 那么相比较之下呢 我觉得其实广东这边那些年轻的主力呢 确确实实是真的挺令人失望的 因为我们也看到 不管是赵瑞胡明轩的那些主力啊 还是说像这个一线年这个老大哥呢 他们整体的表现确实是不如预期 也没有像广萨这边那个整体的攻势那么强谋 所以呢 他们也是在比赛过程当中呢 也因为出现了一个很多的一些问题呢 导致出现了接连的一些失误 才导致最终呢 输掉了个比赛 所以总的来说 我觉得这场比赛呢 广东队确实输的不冤 那么在整体的一些攻势上面呢 广萨确实要更加厉害 而广东呢也恰恰输在了他们那个斗志 以及呢很多的一些关键球的处理上 所以呢出了这样的一个问题 我觉得对杜丰来说 那么在第二阶段的比赛 首场比赛就是暴露出来呢 其实也并不见得就是坏事 那么对于整个广东队来说 也确实呢应该好好反思一下 看看之后能不能够在一些关键的问题上 关键的短板上去进行一些处理 毕竟我们也知道其实目前来的维姆四之后 虽然说他整个人砍上了23分 但是并不能够改变整个球队的一个格局 所以对于杜丰来说 如果说想要争取在之后呢 打败更加强大的北京首钢 或者辽宁队的话 可能之后啊 真的要下一番苦攻才可以了 好了本期的阿三砍球就来到这里 喜欢阿三的记得点赞 关注评论分享 我们下期继续开心聊球 拜拜